年底即将展开大选 两个与婚姻平权相关之公投案 也都已顺利通过沉案门槛 也成为社会上所乐意的话题之一 相较与同志人口较多 相关资讯流通迅速的六都 嘉义地区的民众对于婚姻平权 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就仅知道说要公投同志婚姻这个问题而已 大致上知道他大概在说什么 也不会说到很明确 就是很熟知样子 那种事情是天生的 不是说能决定就能决定 应该说一知半解 稍微知道一点点 网络上都有看到人家在讲说 大概十一十二跟十四十五这几项 就是大概知道一点点 但没有去把它记起来 大哥您对于同志婚姻史以支持还是反对 原因是什么样的 反对 因为它垫覆了我们的传统 失去我们传统价值 是支持 因为我觉得婚姻中如果是 没有一婚姻之的话 会对社会产生很多的乱象 我是支持 因为有时候会觉得说他们的性向还是天生 他们自己就是可能会比较尊重每个人自己的想法 其实我是支持平权 但是我并不支持修民法 因为我觉得不是说他们是不正常 是因为大部分人本来就是一男一女 那民法应该是适用于大部分人 所以我是支持在修另外一个适合同志的法 但是它不应该是纳在民法里面 不是去修改民法 虽然第一个成家是这个世界的趋势 只是说 如果我们的国家还没有那么成熟 而且我们的国家实际上就是比较串通的国家 那你如果现在很大一九把他开放的话 会造成很多人产生混乱 我觉得应该老一辈的想法应该就是会觉得说 这个是很不可取的 就是会觉得说 看了会很讨厌吧 或者是 可是年轻一代的话 他们的想法就会比较能够接受一些 其实我们对同志并没有所谓歧视或什么 虽然我们自己本身不是 只是只是觉得说 这是很私人的领域 但是不需要把它弄成说 一定要大家认同或是怎么样 我觉得你是同志 OK 这是你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你也不需要我的认同 但是我也不会歧视你 不管是老中亲或居住地为何 都有人支持婚姻平权 然而也有许多人是对于同志族群 以及婚姻平权的不了解或害怕 所以反对 因此如何与民众沟通 使他们逐渐改变想法 也是许多团体努力的目标之一 我当下是跟我们的团队说 如果我们还要继续在做 婚姻平权这一块的话 我并不希望说再走抗争的路线 因为你抗争的路线 永远抵不过异性恋的大大的属群 同心灵毕竟最多大概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 它毕竟不是一个多数 那如果你一直用抗争 只是会更增加大家对我们这个族群的一个负面影响 或者是什么 然后我是希望用沟通的方式 然后能够出同理性 侏罗湖是从2015年已经持续到现在 已经快迈入第四年 那它是一个在云林还有嘉义市嘉义县地区的通知中心 那是政府会希望说每个城市都尽量要有至少一家通知中心 那因为可能这边比较南部 年轻人都比较适合 就是他们都喜欢玩北部或者玩大六度房 那是云嘉地区有一间这样子的通知中心 那就是云林跟嘉义这边的通知朋友都会聚集到这边 我们社团成立已经有十年 就到这间是第四届 那我们当初设立是希望可以提供校内或是校外的民众 就是云嘉地区的人 同志一个空间 那这个空间是对于性别 或是对于其他不同的特质的人 一个友善的空间 那大家可以在里面找到自己的归宿 这是我们一开始最主要成立的一个目的 这些团体不管透过何种方式 为的都是让大众更加了解婚姻平权 而宣传大多将重点放在都市以及人口密集的区域 但只要年满18岁 就能够在此次公投投下神圣的一票 这一票推动婚姻平权的团体又该如何争取呢 我们社团就是在公投前我们有确定要做出一些行动 那这个行动虽然主要的对象还是校内的学生 但是我们会希望除了在校内摆摊或是宣传之外 我们还可以汉部一起就是走到非学校就是学校以外的地区 接下来有一些公投案就是平权的公投跟埃家的公投 那我们也会到街头上面去做一些宣导 今天在草的原因只在于说是 到底通过到底是要去领专法还是要修改民法 对那我们蛮希望就是跟民众说 其实但修改民法是对于同志的 不管是保障的部分 还对于同志的一个就是歧视吧 就是歧视的部分能够少一点 因为我们认为说同志就是应该跟异性恋要 一样的权利跟一样的法令 当时的计划是60天 那60天的话我们一天平均是两个景点到四个景点 基本上我们希望是做到可以把婚姻平权的种子 可以散播在各地 所以变成说一个县市大概只会停留四五天左右而已 其实偏乡不止嘉义啦 就是台湾的偏乡基本上这方面的资源相对较少 相对较少的原因并不是他们并不想了解 而是并没有正常的一个渠道给他们这些资源 去年有到嘉义县的各个乡镇的高中址去做宣导 那主要是做爱之防治啦 多元性别就比较少 那今年也有到 因为我们每年都会参加几个固定活动 比如说今年2018的灯会就在嘉义 然后办在太保那边 我们就有主团 然后回去那边跟外地来着 或是在地的民众 或是一些长辈 就跟他们讲多元性别是应该怎样怎样 都会到那些比较远的地方 因为那些地方 其实他们交通来讲 比较不方便过来布湖这边 那我们就会利用这些机会 会到比较偏远 比较靠海线三线的地方去做宣导 在偏乡这个地区 大家比较关心 或者是比较有疑虑的地方 我觉得还是在性贫教育这个部分 因为毕竟有性贫教育 能够让我们认识同志 尊重同志 暴动同志 认识不一样的人 才能够有我们现在这一群 就是对于婚姻平权 是持有友善态度的人 就是我觉得也是造成 也是让台湾 就是对于同志议题有所进步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根据 很多偏乡地区的民众 因为他本身离同志的议题 或多人性别议题 可能比较远 那他可能也没有 身边也没有像同志的一个朋友 或是同志的家人 所以他们大部分是不了解婚姻平权 他们根本就是连多人性别可能也都不了解 所以你跟他一下谈到婚姻平权 他可能会觉得这是什么东西 但是我觉得还是回到我刚刚说 就是可能很多人他其实是不了解 越偏向的一个民众可能是不了解 但是不代表他不接受 婚姻平权这条路在嘉义依然在持续推动着 尽管由于想法观念或是宗教信仰 有人支持有人反对 还是有许多个人或是团体想透过沟通与宣传 对抗重重困难与挑战 让婚姻平权在台湾有机会被实现 也许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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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一个人